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美股实战周报 本地周报赌敌是短熊长牛 那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已经发生了一个死亡交叉 即50天均线下穿200天均线 包括美股各大股指线都在200天均线以下 但并没有出现死亡交叉 那是否全球股指都进入到一个长期的一个熊市当中呢 那接下来重点的财报 苹果、Facebook、阿里巴巴 能否为短期的市场以及中期的趋势 能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指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简单的一个免责声明 如果说你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上述的条款 最近中长线计划 我们在做一个10月的一个试用活动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来 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获取更多的详情 官网来到这里 服务中长线计划 可以在查看中长线计划的一些基础介绍 以及往期一些视频回看等等相关的内容 以及直接可以在网上订阅 或者说联系我们的助理 加入任何的一些疑问的话 好 那我们看看电子货币 那电子货币 我还是维持前面几周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还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筑底的过程 可能没这么快 底部可能没这么快形成 或者说可能还会有一腿下跌 这都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任何的下跌 我相信这边可能都会跌出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 跌出最后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市场虽然说很弱 美股虽然说很弱 但电子货币显得是非常的平静 并没有说大起大落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现在仅仅是在平均成本线附近 平均成本线附近 各大均线已经扎堆走平 同时呢 各技术指标出现了底部背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也有出现超卖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到是否能够这边能够慢慢的走出来 那如果说币王比特币这边走不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 那我相信其他币种的话可能也都是小打小闹 可能都是小打小闹 那我们需要比特币走出自己独立的趋势 那我觉得这边底部正在慢慢的形成 正在慢慢的形成 从原来的放量下跌 或者说这个趋势 坡度非常急的这样的一个下跌 慢慢的走缓到现在走平 那我觉得这个底部也是正在逐渐的形成 不排除有一种下就是不破不力 就是放量 然后那个砸出一个深B 然后拉起来 那我觉得这种底部也是有可能的 要不呢 就可能这边走平之后 直接慢慢的向上走 直接慢慢向上走 筑起一个新的趋势 那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有 那无论这边的是破了6000 到了5800 5500 5200 这样的一个Deep Buy 还是说顺势而为 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无论怎么样 我还是比较看好 接下来三个月已经2019年 电子货币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先提前 潜伏一些入场 分批买入 然后呢也可以在下面挂单 建议大家可以用金字塔式的 这样的一个挂单 比方说你是6000块钱 那你可以分6份 先挂一份两份 然后最后较低的位置挂三份 那这样你可以保证你的成本 在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旦最后拉起来的话 你可以迅速的获利 然后可以继续的再滚动操作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在想要 先介入一点点的话 我建议还是小仓 清仓先进入 不要急 等你不走出来之后 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包括大的币种 还有一些小的币种 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电子货币实战精英群跟我们一起实战电子货币扫码加入 那我们看看美股 美股的确是在这样的一个下降趋势当中 同时也算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楔形 下降的楔形很有可能是潜在的一个反转形态 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动能指标 是出现了底背离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是否短期会有像样的反弹呢 我们今天进入一个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们从长远的从月线图来看标普版 那月线图来看的话 从08年00年这样的一个两个金融危机 两个短熊市 结束之后到现在 我们可能已经走过了一个12345浪的一个上涨了 所以这边很有可能这边我们这一个牛市就此终结 或者说还有一小腿向上 但再往上走最后涨多少都会跌下来 都会跌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牛熊的一个转接当中 但是在哪一个月哪一年 这个还真的说不清楚 甚至说已经发生了 还是尚未发生 这个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 这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熊牛没有可能就是同一天 这样的一个转接的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跨度的一个过程 跟经济周期也是一样的 跟经济周期也是一样的 那我相信这边这一个大跌 有可能 it's a start of something greater decline 我们看之前也有这种 大的月线级别的一个大阴线砸下来 然后开启了较大的这种回调 长达一年或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短熊市 有可能对吧 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回调而已 只是一个短线的回调而已 那从周图来看的话 像这种短线回调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从12年一路过来 当这个新的熊市开启的时候 08年之后过来 09年初底 11年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看到10到15个percent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经常可见 每隔一两年 经常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一年当中可能会出现好几次 我们看到18年年初的时候有一次也是10到15个percent的加年回调 那现在我们从高位到周五的低点刚好是10到11个percent左右 所以如果再往下跌的话 我觉得是有空间的 是有空间的 当然也有可能就此止步 那年初的这一次的回调也是从高点到低点 大概12个percent 13个percent左右 那我觉得如果要往下跌的话 还有点空间 还有点空间 然后可能才出现较像样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怎么样去界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跟行情呢 我觉得可以以周五的高低点 作为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信号 那如果站上周五的高点的话 我觉得这边应该会反弹去到2710 站上之后能够往更高的位置走 那回踩一下200电均线 或者说这边原来这一个平台的这个位置2700 中间2760 2750附近这个位置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去碰到的 如果说这边一旦开启暴力的反弹 那当然这边需要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刺激了 那很有可能会是因为财报 或者说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一会我也会讲 潜在有一些政治的因素 或者是一些新闻的因素 可能会刺激这一个市场向上或者是向下 那瞬间的这种深逼啊 或者说是大反转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日内短线的一个交易的 那如果说这边一旦过不去 周五的低点一旦失守的话 那我觉得这边有好多位置需要去回踩的 一个是五月份的低点 包括四月份二月份的这个低点 这些位置都有可能瞬间去测试 瞬间就会去测试 那我相信二月份的这个低点 应该会是较低的一个位置 甚至说我觉得两千六附近啊很有可能这边上线二十个点 将会是这一次最终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底部 然后可能会开启一个像样的反弹啊 然后可能再往下跌 或者说是选择横盘之后再往上走啊 我觉得接下来短期的话 通过Eleway的这样的一个预判的话 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 我在中长线视频里面也讲到过了 那现在唯一一种情况我们短期内啊 在中期三到六个月之内还能创新高的 就是我们这边其实还是在一个大四浪盘整当中啊 一个大四浪的一个盘整当中 走还没走完ABCDE 或者说这边才刚刚开始走 这边是一个B浪盘 这边是一个C 然后这边还有DE 然后再去新高 也就是说这边我们还会有 这那两千八两千九 然后可能还再来一腿 然后这一个趋势能够守住啊 然后我们这边往上走 那这边可能是一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形啊 属于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也就是高点在抬高啊 然后呢 低点也在抬高的这样的一个上升三角形盘整 作为四浪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奇葩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是不会再创新高的 但理论上来说是允许创新高的啊 这个B浪A 然后这边这个B 是允许去创新高的啊 然后这边可能是C 然后D E 然后再走完ABCDE 一个五浪的一个盘整啊 然后开启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那我觉得这个概率啊 可能大概30%左右 甚至不到啊 我还是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的 因为70%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得往下走 或者说 不会有什么短期 什么新高 或者是中短期 有三到六个月 一到三个月啊 这种新高出现 我觉得这可能性比较小啊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边 一二三跌完了 然后现在可能开启一个反弹啊 到2800附近应该会止步 然后再往下跌一腿 然后再往下跌一腿啊 然后完成啊 这边可能潜在的一个四浪回调 然后我们再看看啊 有没有新的进展啊 那这个是要往下跌的啊 这个还是要往下跌 依然指向说逢高做空 当然短期可能近期会有一个反弹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近期不会有反弹 直接往下跌啊 走一个一二三四五浪下跌 直接去2600以下 那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会非常的雄了啊 这个就会非常的雄了 那原来动能浪都是上升 一二三四五往上走 那现在转为动能浪 一二三四五往下的话 那可能任何的反弹 都是做空的机会 当然反弹也会非常的浅 非常的短 瞬间发生瞬间的结束啊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来说的话 这边还是不容乐观的 还是不容乐观的 任何的反弹可能都会是被砸下来 或者是往更深的位置砸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 我们看到上周的财报并没有说给我们带来特别的一些东西 那我相信这一周的苹果啊 还有Facebook等等相关的一些财报 我觉得也是不容乐观啊 也是不容乐观 那我们看去中分享 看图说话 虽然说情绪非常的负面 但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下 短期趋势 以及极度的转熊了 虽然说长远期来看 我们还在一个大牛市当中的感觉啊 但是短期趋势极度转熊 这种极度的情绪啊 超买 对吧 超卖可以继续的超卖 超买可能瞬间就被砸回来了 对吧 瞬间的反弹超买马上就被砸回来 但超卖可以一直超卖 恐慌的期许可以继续延续啊 所以这些指标呢 我觉得大家参考一下 还是要结合Price Action去进行操作 包括纳斯达克的指数 这个新型指数 就来到了近期的低点 近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低点了 接近到00年 08年09年的当时的一个低点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 是会有物极必反的情况的 但是还是要非常的小心慎重 仓位还有其他指标上的一些参考 要相互结合 仓位控制风险控制也非常的重要 那短线的交易市场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种有能力的 有时间有精力的同学 那如果说看不懂 看不清楚没经历过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更多的拿多点 现金会比较好 那Hedge Fund的这个 sentiment 那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向来有好几种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一般来说 可能更多喜欢是这种大的波动 大的这种波动 因为他们这种对冲性 做Vertility的话 会有很大的这种 潜在的这种利润 盈利能力 当然也有一些对冲基金是Buy and Hold的 当然比较少了 或者说最近也是有不断的这样的一个 对冲基金 包括Passive Income Fund 还有说Active Fund Manager 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演变 可能很多人从较为被动的这种 被动式投资 转为这种积极式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 Hedge Fund是非常的兴奋的 非常的兴奋的 那感觉Hedge Fund是有大量的资金进场 然后在这边倒腾 那不知道是做多还是做空 反正来回倒腾 应该是借助这样的一个大波动 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波动的一个利润 那现在这个指标也是来到了一个 极度乐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让我觉得有点意思的 之前我们往之前来看的话 这个指标如果说来到极度乐观的位置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说大盘有空间往上涨 当他们在消极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大盘要往下跌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指标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指标 那Hedge Fund可以把它当作是 这段时间的一个Smart Money 一个先行指标来看了 一个聪明的钱走在前面的 当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 他开始变得比较消极 然后最后BOOM跌下来之后呢 他现在开始变得比较兴奋 比较兴奋 那意味着可能接下来我们会往上走 对吧 这里有打个问号 当然这个指标挺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我们看美玲 美玲和老东家美玲在周末发出去的一个报告 这里是给了一个by signal 给了一个by的signal 同时呢 这一个boot and bear indicator 这边是接近到一个extreme buy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指标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对吧 一个参考一下 另外这个fidelity fund indicator 这边是给了一个by signal 每次来到极度消极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看从08年一路过来 对吧 08年 10年 12年 1416年 一路过来 基本上是没有错过的 基本上是没有错过的 所以这个指标我觉得也是可以参考的 包括年初这一次对吧 也是来到极端的位置 然后最后我们也上去了 也给了新高了 那这个跨度是两年的 跨度是两年的 所以这边是否中长期来说 我们还会有高点呢 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呢 我觉得有可能 对吧 有可能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RTI市场信心 那经过两周的这样的一个建仓的一个信心之后呢 现在我们回归到了一个后仓的一个情况 在上周的周三的时候啊 在这个当中是从这个by转回到了后 因为这个各度各指标还没有极度的这么的 怎么说呢 到了一个物极必反 或者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从这个风险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买点啊 慢慢转回到了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一个指标现在回到了一个持仓的一个状态啊 那可能更多是by dip 然后sell rip 可能是一个区间上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然后voltility explodes best for day trade 这个是我个人加上去的 那波动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日内交易短线的天堂啊 短线的天堂 那可能不太适合这种 当然中长期的布局的话 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啊 因果而异 但短线的交易 我觉得这边有能力的还是多做 有能力的还是多做 对吧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市场信心 当然我觉得这个市场信心指标呢 是通过大数据得来的啊 大数据 以往的大数据各指标的一些数值 以及相对于说这个指标 接下来市场表现的情况来的 那可能属于是概率事件啊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啊 必须跟大家说 所有任何的指标 你单一参考一只指标的话 是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胜率的 哪怕说你参考十几只指标 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 只能说你参考的指标越多 参考的这个数据啊 各方面的一些系统更多的话呢 你可能会增大自己的胜率啊 增大自己的胜率 但是你还是有一定的胜率 会什么会fail啊 所以哪怕说大数据 再先进的武器 再先进的一些指标 先进指标 内部指标也好 我觉得在这样的市场下啊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失效的 这种概率的啊 所以它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啊 谨慎啊参考 这些信息全部都是 不能拿来做投资建议的啊 更多只是一个学习参考 分享而已 那我们看看CMF 资金流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资金流趋势我觉得是有好转 包括我在呃 这个周二到周五的直播当中啊 每天我其实都在讲 这些资金流的一些情况啊 就是这边我可以看到 其实有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是资金流的在转好啊 资金流在转好 各大股指的资金流 随着虽然股指继续向下 但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有背离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当然这个现象可能不太明显 但是我觉得这是 it's start of something right 至少这是一个底部的 一个筑成的一个过程 首先我们要看到 内部指标或资金流 有转强有背离的现象 然后可能才会有 更大概率底部的形成 那我们看黄金 原油天然气 依然是在走自己独立的行情 尤其是黄金跟天然气 原油可能还是受大盘 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负面影响 美元这边冲高回落 资金流其实也不这么好看 那我们看到一些避险的品种啊 资金流其实还在 但是呢也是随着价钱走高 但资金流也是在一个做一个顶背离啊 做一个顶背离 那跟股指这边来看的话是相反的啊 基本上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看一些权重的一些板块啊 权重的板块这边的话啊 其实跟各大股指也有相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跟那各大股指也相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稍等一下啊 我们看到这边 一些权重的股指 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资金流在 在超跌之后啊 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啊 包括一些风险比较喜好比较强的 或者说近期防御性比较强的 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来说 除了utility啊 这边资金流是向下的以外 基本上都是往上走 那就是一个集体的现象啊 那我觉得这边超跌之后可能会有反弹 那反弹之后可能会继续往下跌啊 因为各大趋势都已经是转雄了 而且各大均线也成为一个空头的排列 目前还站在50年均线以上的 其实就只有consumer staple 跟utility这两个板块了 这两个刚刚好也是防御性最强的两个板块 基本上属于是最近逆大盘而走的这两个板块啊 当然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补跌 或者说市场开始出现反弹的时候 他们资金可能会有流出的这样的迹象 我们看到周五比较明显 这两个防御性的板块其实是有资金流出的 那资金并没有在周五流入到其他的板块当中 我们看其他板块这边也是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看的 只有生化板块我们看到这边还是收正的 接下来也会有一些生化个股的一些消息 整个板块的一些可能潜在的一些重点事件 说不定也对生化板块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另外我们看一些资分的板块 这边其实还是比较参差不齐的 比较参差不齐的 那我觉得金属类的包括说是最近 我们看到重金属贵金属黄金钢铁铜 还有些大宗商品类的资金流都还不错 包括农产品类的 那其他板块我们看到都是非常的难看 银行跟地产这边我们看到home builder 上周是有较大的这种抄底的资金异动 抄底了个别的一些home builder建材建商的股票 所以房地产这边我觉得可能短期也是跌出了一些价值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各个板块还是比较负面 唯一这边还在绿色的或者说趋势比较明显的 还是在金属类的金属类的 然后我们看到还有大宗商品类的 所以还是不容乐观 更多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trade 目前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trade 我们看一些权重的一些科技股 全种科技股也并没有特别的好看 Facebook即将要在周二是周三我不记得了 好像也是这周发财报 Amazon上周发了财报 资金流是正但是呢 也是跌破200天均线 Netflix非常的难看 个人不太看好 谷歌我觉得还行 苹果耐心的等财报资金流也是不断的流入 现在还在绿色的附近Microsoft 财报之后表现也还行 至少没有领跌 Tesla继续向上走 Tesla就属于是信念股 Tesla现在已经盈利了 已经转为一个cash flow positive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了 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亏损的工资或烧钱的一个公司了 当然它可能还是会继续烧钱 但是它是什么边赚钱边烧钱 波音资金流这边是最强的 阿里巴巴跟百度其实都这边走出了自己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资金流 那我觉得外围市场尤其是中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机会 有很多价值机会 包括台湾的S.M.T.S.M.台积电 英伟达这边还没有发布财报也是等到11月初吧 我觉得财报之前可能还会在低位漂浮一下 等待财报之后看看整体科技会不会出底 但是感觉最近科技股还是参差不齐 那接下来苹果Facebook非常关键 同时我觉得中盖的科技股中盖的这些大龙头 腾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还有百度 这些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的 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底部的迹象有了 让我们看纽交所的McCain Oswald的MYNO 上周其实一度是有买盘介入的 其实一直是有买盘介入的上周 所以用买盘介入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边还是大家可以值得去关注一下 当然如果再往上涨的话马上又出现超买了 马上出现超买了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也见过 这我们也见过 当时在年初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包括在16年当时川普当选的时候 16年11月份的时候也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瞬间的一个反转 因为政治事件或者说因为突发的这种事件 这个底部砸出 或者说这个大选之后 当然这边这个我不确定当时是什么事件了 反正就是突然的一个拉升 然后一路拉拉拉 然后突然又砸下来 砸下来之后然后漫长的一个筑底过程 漫长的筑底过程 那我觉得这边可能也会有深逼 只要有买盘 那说不定会有深逼 深逼完之后可能又是一种漫长的一个筑底过程 或者说往下跌 那我觉得这边可能潜在的短期啊 以及中期的趋势不明朗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真的是过一天是一天了 做一个和尚 过一天敲一天钟 可能更多就不要过夜了 短线的这样的一个交易为主了 短线交易为主了 除非说是些很好的公司 或是有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可以做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包括我们中长期计划的一些策略 都已经进行了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可能更多转为一些防御性比较强的 做分红类的这样的一些股票 包括福德汽车通用汽车 AT&T啦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高分红的一些股票 当时在这个中长期计划里面 我也给了一个这个高分红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也可以去回看我们中长期计划的视频 那阿斯达克的这个McLean Oxlade也是差不多的 至少就不累赘叙述了 那么回到PowerPoint上面来 我们看本周的财报 那本周财报 财报季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上周三分之一的公司发布了财报 对市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这周呢也是重量级的财报 苹果是最大的公司 然后阿里巴巴中概最大的公司 然后还有Facebook也是市值排在前五的科技股 那Facebook是在周二盘后 阿里巴巴是在周五盘前 周四的盘后是苹果 那基本上全周基本上是没有尿点的 没有尿点的 每天都有刺激的事情发生 都有刺激 我们看这边Facebook Facebook的业绩其实也到达了一个较为瓶颈的位置 除非说它开放新的业务新的服务吧 把这个WhatsApp 或者说它旗下的还有这个IG Instagram 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把它进行商业化或是现金化 那可能会刺激它的这个增长 那我觉得接下来单靠Facebook 这一个产品啊 本身自己的这样的成长性的话 已经到了一个peak growth 到了一个增长的一个瓶颈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是被福尔街这个惩罚下来 包括现在social media这个ETM SOCL这一个social mediaETM 现在也是在一个非常熊的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啊 虽然说推特上周表现不错对吧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跟着推特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大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要跌的话我觉得也是机会啊 如果再往下跌 那我觉得也是中长期入场的一个机会 毕竟从高位回调下来已经很多了 这公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啊 就算说成长放缓 但还是一个成长性的公司 还是有大量的现金 还是有很多的价值 以及潜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 任何的大跌我觉得会是一个买股票的机会啊 买入做长线 如果说直接涨的话 那可能就等待机会啊 再看看结合市场情况 看能不能再有机会介入啊 那我觉得Facebook也是上下都有可能 上下都有可能 那情绪上来说是极度负面的 说不定会有反转啊 说不定会有反转啊 上一次Facebook财报是在非常乐观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被砸下来 那这一次情绪是非常负面的情况下 我们看会不会有反转啊 另外从这个财报期权上来看的话 这边有期权有水的 PI 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还有的container store 就基本上每一次财报我们都会做的啊 implive move 远远的小于average move 这种是潜在有可能做到struggle跟strangle的 那其他来看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包括苹果跟Facebook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被整个期权链给定死了 这样的一个波动区间啊 除非说出现这种较大的这种像上次这种 可能也是几年难遇的对吧 这种大的龙头瞬间跌个25% 瞬间哦 当天当天或者是一周哦 一周内哦 这种可能很少见的 我们看Amazon从底部从顶部跌下来 也是花了好长时间 谷歌也是一样的 苹果现在还在一个平台平整 盘整啊 并没有说什么太太太负面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至少相对整体事实来说 都还是较强的啊 所以这种这种大跌大涨 我觉得比较少见啊 当然不排除 可能还会再发生一次啊 但如果说大跌肯定会是机会 对吧 大跌可能有机会 苹果也是一样的啊 苹果也是一样的 当然我觉得苹果回调的幅度太小啊 回调的幅度太小 那我相信如果回调的话 到一定位置的话 巴菲特可能也会加仓啊 巴菲特已经持有很大的仓位了 只要他不卖 而包括苹果的高管 苹果回购的股票不卖 啊 或继续回购的话 市场上流通的股票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啊 所以苹果我们看到这边是 基本上是市场上较强的一只股票 还没有破位啊 离200代均线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那是否会去追溯200代均线呢 跟其他一样 到200代均线或者到200代均线以下 还是说这边会 直接向上带动大盘反弹一波啊 那我觉得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 周四盘后这个苹果的一些财报 以及看看本周有没有一些 期权方面的异动啊 或者资金流方面的异动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引啊 那我们看除了苹果财报 各大财报以外 本周五还有非农报告 以及还有些其他外围市场的一些事件 那我觉得非农报告非常的重要 之前我们说呃 这个加息不断的加息不断的加息啊 终于对市场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了 市场开始负面的price in 接下来加息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如果说这个就业报告不好的话 如果就业报告不好的话 那是否说意味着接下来加息会放缓 那我不知道市场会不会有利好的 这样的一个解读 如果说这个报告很好的话 或者说跟预期相持平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上下起落的话啊 那我觉得市场可能会把它认定成是一种坏消息 就是说美联储会继续的加息 那我们继续的去往下跌 喊哭这个喊哭叫娘啊 继续给我们奶吃啊 不给奶我们就哭对吧 不给奶我们就跌啊 那现在就收紧钱根我们就跌对吧 如果说开始来觉得说这个钱根可能要开始放了 或者说不要收那么紧了 那我们可能哎有奶吃了 我们可以往上走一走啊 就我觉得可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我们看除此以外的话 还有很多政治的事件啊 11月5号到10号以及11月17号到18号 包括11月月底就三个事件 一个是亚太平洋地区经济论坛啊 经济经济合作会议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上海的世博会对吧 应该是叫上海的世博会 然后还有就是在G20会议啊 G20会议在阿根廷的月底11月月底 这三次会议啊潜在都有可能会出现 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 那我们看到股市瞬间一个月跌了10% 那川普是甩锅给了美联储 那美联储这边肯定是背不起这个锅的啊 继续的厚的脸皮没办法 只能埋头继续加息了啊 没有办法 There's no going back right 那川普呢现在可能可能会加快啊 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了啊 加快跟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会面 说不定能把市场给拉起来一些啊 不要继续深陷泥潭 最后可能说不好就变成长期的一个熊市了啊 那目前我们还不确定打个问号 短期熊市我们看到了 长期熊市I don't know yet right 我们看这个notable earning 还有IPO quiet period 解禁 lock up expiration 感觉都可能没有说大盘啊 日内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这么的刺激了 这些股票基本上已经变成了无头苍蝇了啊 就是等待的消息 等待的大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同时就业报告 还有苹果的这个事件啊 在财报前一天 在布克林啊 这里有一个苹果的一个事件 那应该是发布一些新的产品了啊 发布一些新的产品或软件了 那可能会说不定有一定的 动能啊 有一定的动能 不知道是市场 失望呢 还是说啊 有新的东西 有新玩意儿啊 另外 Korger 这一个也是有一个investor conference 在29号啊 一些update analyst跟investor meeting 相关的一些股票 projected dividend increase and decrease 如果在这样的市场下 dividend还在decrease的股票 那我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当然在increase的股票 说不定也是有一定的价值啊 有一定的防御性 我们看analyst investor meeting 潜在的事件 Tesla Tesla就是信念股啊 300以下 随便买那现在300以上了 不要随便买了啊 找机会 对吧 找机会 我觉得Tesla的话很有可能会 呃完成他这一个平台里面的啊 上下游走啊 平台里面的上下游走啊 那他来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通道 支撑 然后突破 那现在很有可能会走向这一个 大的这一个通道当中的上演啊 这可能会是一个短期的target 那中期的话 中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看好 Tesla去到400以上啊 当然这是需要信念的股票 我相信还是会有上下上下上下的机会 或者说更低的位置300以下在介入啊 这个成功的道路上肯定是不满的金科啊 坎克 呃 不要担心 肯定会有机会再买回来的啊 肯定会有机会再买回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就是本周有很多的一些 药股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这个美国的血液协会 啊 血液协协会这边也有一些摘要 一些数据要发布 那我们看到amgen啊 还有这一个啊不好意思啊 这个am gm 还有blue啊 smgo simgn imgn 跟 inc y 还有blue 这都是有很大的期权异动的啊 包括这只G1 rn mylan 也有很大期权异动在周四周五 普遍偏向于看涨啊 我不确定最后会是怎么样 那我相信这个会对生化板块来说是一个 潜在的一个刺激啊一个事件啊 那结合技术独行 结合资金流 结合事件 那我觉得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就有机会 对吧 XBI 不怎么好了啊 Honda 包括Toyota 或者说全球一起涨 我觉得肯定会有说不定会有此交此交比涨吧 就是这个人还是这么多对吧 买车数量是这么多 你买了我的车可能就不会买别的车 那包括Tesla 现在对中低端车 或者是中高端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 轻蚀 也是非常大的 非常厉害的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日本这边 呃可能会是一个 怎么说呢 被轻蚀的这一方吧 可能会是被轻蚀的这一方 包括还有分股 啊 还有Macao的这一个赌场数据 还有Casino Battle in Florida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 Box Office 还有Bairon这周有讲到不少的一些价值股票 包括Bank America Home 还有Texas Instruments等半导体 让他比较担忧 还有一些天然气能源的公司 啊 这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尤其重要的是他也指出了这几支 平安保险 还有Young Brand China 啊 还有阿里巴巴 百度腾讯 这几支他觉得是有一定价值的中概 啊 一定的价值的中概 Best Bagging on China Focused Stock 大家可以上Bairon的官网去查看这一篇报导 详细的这一个内容 啊 我们中长线选股的内容啊 选股的内容还是放在中长线视频里面 大家也欢迎可以订阅我们的中长线计划 网续视频更多信息可以上网我们的官网获取 可以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RealtryUS 以及到我们交易群来一起实战美股期权期权期货 电子货币扫码加入 Until next time Joy Green and stay powerful